现代3D游戏引擎讲的是一个众多工具与软硬体的结合 包括了最核心的绘图器 将模型、灯光、材质、摄影机放在一起 计算萤幕上的每一个光点 还有制作模型的建模工具 牵引模型动作的骨架动画系统 以及地吸引力碰撞等物理引擎 和粒子特效、摄影机滤镜等等等 不难想象一个3D游戏的制作 会需要一个什么样规模的团队 然而,在3D游戏引擎还未成熟的年代 许多游戏机台上就已经开始对玩家们展示了3D游戏的魅力 仅仅使用了纯2D的平面美术 加上几何学和一点巧思 3D游戏其实一个人也可以 大家好,我是来自嘎姆的小哈片客 今天来跟大家谈谈尾3D的绘图原理 所谓的尾3D,英文叫做Fake3D或Sudo3D 指的是不使用立体模型 仅用调整位置和缩放尺寸等技巧 来营造三维的视觉效果 首先带大家看看一些早期尾3D游戏的画面 这是1982Navco出的赛车游戏Pore Position 极富速度以及真实空间感的画面 当时是北美最热的阶级游戏 但请大家仔细看看画面中的3D物体 车子是由9张不同角度的图案组成 随着车子转弯的程度换上不同的图 而路旁的看板、地上的积水全都是2D图案 那你说那赛道弯来弯去 看起来真不像是一张2D的图案呀 那我们暂停一下看仔细 整个赛道其实是有许多小小的长方形色块堆积起来的 每个色块也只是在做位置的变化而已 再来看看这款1985 SEGA出的太空哈里 玩家控制主角一面闪避子弹 一面射击飞扑而来的怪物 再请大家仔细看看画面上的子弹和怪物 这也全都是2D美术而已 它们的外观形状并不会因为视角而有所改变 改变的只有位置和尺寸 对啦 子弹其实还有加上旋转 但这些移动、放大、缩小和旋转 就是2D图案能做到的分内工作 除了这些假装自己是3D的游戏以外 还有很多2D游戏也会利用类似的技巧 来突破2D游戏的空间限制 比如最终幻想Final Fantasy 4代中 使用多层地图来营造景深的空间感 还有光阴战技这种正俯视角的游戏 也使用相同的技巧来表现手榴弹等 投资类武器的飞行轨迹 讲了这么多 接下来就马上为大家讲解一下 这些伪3D的技巧 其实是多么简单的国中数学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台摄影机 绿色的锥体是摄影机的视野范围 这个视野可依水平或垂直方向缩放 放大的话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广角 缩小则是长焦镜头 但是在游戏中 我们改变视野的同时 无法改变萤幕的大小 所以视野的缩放 通常会以改变萤幕和锥体顶点的距离来实作 接着我们把摄影机的外壳拿掉 然后就可以看到摄影机内部的感光片 说白了 这感光片其实就是指萤幕 所有在绿色光锥内的物体 都会映射到这个萤幕上 拿一颗南瓜头做例子 这颗南瓜头落在绿色的方锥之中 也就是摄影机的可视范围内 我们在南瓜头的脸的周围 放一个与萤幕平行的黑色矩形 大小是那个距离下的最大可视范围 我们仔细想想 这个南瓜头所在的黑色矩形 映射到萤幕的话 矩形上的所有东西应该都会进入萤幕 这时把南瓜头移动到矩形边缘 在萤幕上的成像应该也会跑到边缘 那么我们要如何计算南瓜头的位置呢 我们先把这个空间加上三维的三个轴 并且将南瓜脸的中心定为位置的参考点 然后拉一条蓝色的线 连接矩形锥的顶点和南瓜头的参考点 这条蓝色的线穿过萤幕的点 就是我们应该把南瓜头放在萤幕的位置 现在我们先从这个场景的正上方往下看 在这个角度 Y轴就不见了 只剩X和Z两个轴 接下来看到的这个白色的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的底是景深平面的宽度 和以萤幕宽为底的三角形 是两个相似三角形 因为这两个三角形的三个角度都相等 只有边长是等比例缩小 根据国中时学过的几何数学 我们知道 C和D的比值等于A和B的比值 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东西 从景深平面映射到萤幕的时候 所有的数值都应该按这个比例缩小 比如萤幕的宽度C 就等于景深平面的宽 乘上这个比例 也就是AB的比值 用实际的数字来举例 如果我们设定A是1 因为萤幕的大小是固定的 所以这个A的值决定了我们的视角 南瓜头在3D空间相对于摄影机的坐标 XYZ分别为20102 那此时的B就是2 AB的比值就是1除以2 也就是0.5 那我们就应该把南瓜头的图 贴在离萤幕中心向右20乘以0.5 以及向上10乘以0.5的地方 并且将南瓜头的尺寸也乘以0.5 这样就成功把南瓜头的3D坐标 转换成萤幕上的2D位置了 我们用一个小程式来看看这样的计算结果 是不是符合3D的视觉效果 首先看看这个宇宙星空 这里面的星星在3D空间的位置都是静止的 只有摄影机会持续往前 我们可以按方向键来加速和减速 也可以移动滑鼠来改变飞行方向 感觉一下有没有深历太空的3D感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小城市 南瓜冒险 在这个范例里 我们可以用方向键控制南瓜头移动 也可以按空白键让南瓜头跳跃 南瓜头的图在经过计算后改变位置和大小 看起来就真的很像在3D空间中移动 如何?大家能体会到将数学放到游戏中的乐趣了吗? 对AI、演算法、电脑绘图有兴趣的伙伴们 别忘了关注我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